好了,我们一直按自己的顺序再讲这个64挂 杂挂之杂挂 非常杂乱,但是都有联系 我们再回过书本 按这个64挂续歌 兑换节系中复制 刚好剩下几个挂,三连挂 那还有,还能继续连成系统 这个换,上面一个风,下面一个水 那有人会想到,是不是风水 当然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单纯的自然类像的话 水上面有一个木头 那就随波逐流嘛,就像一个小船 怎么样呢,换散 换着离也 那么这个换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反而是六个挂 居然好像都还急 我们又发现一个 好奇怪 那人心都散了,怎么还能 一开始就亨通 如果圣王能够以诚心祈祷上天那样 祭拜祖宗那样 就有利于度过艰难险阻 利舍大船 度过大河 我们此处就说大河比较形象 最后也是能收成 保真的 那初六 用整码状 急 这个初六不当位 在这种换散的情况下 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 他地位最卑微 上面有没有人跟他呼应 那他怎么样呢 进水楼台 才得到这个九二 去帮扶他 跟前 眼下就这么一个主人 家机 随机 家狗 随狗 那我 自己没能力 但是 有这么个九二 我去衬多好 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 有无可厚非吗 那九二呢 依然是不当位 但他在中位 可想 一般情况 我们中位的 好像几乎都没有看到 有胸的 总能有实际 总能上下左右风源 那么九二 我们说下卦是一个砍卦 那么砍为嵌土 就是少土 哪儿 少土中间 两边是有的 所以九二 它是一个水流的主导 其实也是灾难的原因 但是没关系 它有它的方向 你随波逐流 你随着它 它是有主心骨的 它来搞的事情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了 也没别的办法 六三 又是无悔 那大水都没到了 身子 还没问题 那你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跟着九二走嘛 而且上九 还有遥远的地方 给你发来信号 回来救你 那就这样 你会发现下三游 砍卦都不当位 反而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也不会有太大的凶险 那六四 它当位了 但是呢 下一游 没跟它呼应 中间 有六三 跟它一起 这上下 相同 最主要的是 它有上午 来 主导它 所以它也是 不会太差的 就好像 找到了群体组织 大水 遇到了山 躲过了 让人飞一色色 九五 一个君王 面对这种灾难 他直接迁都 他有这个能力 自然也不会太差 最后上九 遇到这种问题 以后就知道怎么